Wooho 慢一點 慢一點 享受這個太久了 太久沒有在打 還要看哪裡 這邊朋友 這邊朋友 光顛眼 下輩 下輩聽到你的聲音 我只能說 好久 朋友 小燕姐 你好 董經理 我們就是很歡迎小燕回來 希望各位繼續製造很多快樂的節目給大家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所以等一下記者會問你 就是你可能要先下一個嗎 你幹嘛 不能展望未來嗎 我已經想過 只要有人再問我說 還有要生第四個 我都會用這個表情來回應他 就是 因為就是畢竟我是人類 也不是一台影音機 就是只要一刷就會出來 然後因為畢竟還是剛生 我現在在想到 父子被剖開的一切 還是有點害怕 了解 請問 講真的其實心理非常的緊張 為什麼 因為我有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腦筋是一直處在就是放空的狀態 請問這三個月到底你腦子在想什麼事情 就是最近一直在想說 女兒上一餐是幾點吃的 還有她上一餐的奶量是多少 這有什麼好想 不過不是正常 因為她如果奶量增加跟減少 你就要稍微擔心 她是不是腸胃吸收有問題 所以我真的很怕等下提起 是問來賓說 你上一餐是幾點吃的 你算量大概有多少 就是我泡腦筋 還一直沒辦法跟大眾接觸 四個月子的時候 我沒有看蒼熙 我是在看那個 烏步驚心 對 就是我最近心情的話 男人是吳錡龍 好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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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大S在主持的時候 你有在家裡面看 然後稍微避他便利把我看 我在看大S主持的 看到的時候 我有傳簡訊給服裝師說 為什麼大S穿得比我失貌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他的妝髮好像是 就是請國外的什麼東西 很專業的造型師來弄 我跟妳說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妳可能給了妳的造型 是一個指令 說一定要性感 所以阿文就一直給妳安排 露肩露肚 然後大S好像就不搞這一套的 所以我今天的服裝師 專門是精心為我設計師貓 然後又有身材 我想記者還是比較喜歡我的風格吧 我想是 本來大S不在的 竟然講他壞話 可以再 吳其龍背景是單身的 是不是 是單身 妳連這個都知道 妳別再想不起來 這件事情妳知道 我在微博上還關注了他 那個 史基地上次 周月娥就跟我講說 他看不無盡心看到入伍 然後今天還講了一句 非常丟眼的話 他說我馬上就衝去 關注吳其龍的微博 然後我進了吳其龍的微博之後 我就看到吳其龍參加活動的照片 我覺得他好帥 就把這一點套號講完 然後我就等著他不可思議 這家貨生完第三眼 不知道變成什麼 你可不可以幫我塑造一下 實效套號的定位 不要這樣我幫他算好不好 好 因為我一直在找說 這個空檔可以 因為只要沒有妳的時候 我們的套號 會進行得好 因為我就給妳們流暢 我不好意思 如果沒有事的話 就直接KIN下一個流程 好 可以主持到一半之後 把這個 好了 這個 一個人拿出來了 然後直接餵 直接餵 真的可以餵喔 所以你是想要看我當眾哺乳嗎 不用不用 我這個就有哺乳的功能 我這個真的哺乳功能 你看 稍微 這又是一種 有沒有 哺乳 來 我覺得你會被哺乳協會的人 你會被哺乳 我不想要跟你站在哺乳 好不好 因為我這個 你這個闖禍 因為哺乳是一件 非常神正的事情 我不喜歡你這樣亂開玩笑 不是你剛才 有些好意嗎 我沒有那個意思 其實 我想你是有色情的成分 沒有 怎麼一回來就有色情的成分 一種所謂的職場性騷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沒有看到 你好 謝謝